十三哥 他们怎么那么坏 想把股权收回去就明说 还非得给咱们扣帽子 还要罚款 太欺负人了 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十三什么都喜欢吃 就是不喜欢吃亏 当天晚上 十三秘密联系了Facebook 谷歌公司和苹果公司的高管 这些全是十三秘密 安插在公司里的自己人 为的就是防止有一天 自己被踢出局 但背叛他十三 就必须承受背叛的后果 接着十三又叫来了一位通明师 上一试 贾布斯在确诊肿瘤的时候 这个肿瘤还处于 生长缓慢且可以治愈的状态 但是为什么最后他死了 那是因为贾布斯确诊之后 拒绝看医生 反而迷恋上了通过食疗 和灵媒等伪医学来治愈疾病 最终 肿瘤长大扩散 不治身亡 十三在这一世 拯救了贾布斯 必用打赌强迫他去医院看病 但既然十三能给他一条命 也可以收回来 这两年 你跟贾布斯关系相处得很不错吧 我一直按照陈先生您的吩咐 与贾布斯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段时间 他越来越相信灵媒了 也越来越反感去医院治疗了 只不过是我一直利用通灵术 要求他去医院看病的 嗯 从今天开始 你慢慢劝他不要去医院了 就在你这治疗吧 记住了 不要留下把柄 是 陈子拉 你手里的股权 打算卖多少钱呢 你们之前不是打算高价收吗 就按你们说的半呗 这个嘛 高价肯定可以是高价 但也不能太高了 毕竟这些股权不是我们非得要买的 哼 懂了 前几天说的要高价买股权 作为补偿 原来是放屁啊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吗 公司是属于股东们的 我们得对得起公司的股东 不可能拿他们的钱随便乱话 我也是公司的股东 你怎么没想过要对得起我呢 你马上就不是了 不愧是贾帮主 够狠 行 那你们报个价吧 贾布斯略意私存 开口道 市价的八成吧 毕竟一下子要收购你手里的那么大股份 我们三家公司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 马特扎克伯格 莱利兄弟们都惊了 本来他们想的是按照市价的1.5倍进行收购 毕竟三家公司的前景都很好 未来股价翻个几倍都不成问题 没想到贾布斯张口就是市价的八成 连正常市价都没得 这未免让人觉得太过心寒了 连最后一点脸皮都不要了 你觉得我可能答应吗 你不可能不答应的 维克小姐答应我们 会阻止你卖给其他任何企业和私人股份 你的选择只能是卖给我们 贾布斯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当商人的料 过奖了 我知道我这样做你会很愤怒 很生气 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不不不 我不会愤怒 我现在很开心 非常开心你会这样做 本来呢 价格合适的话 我把股权卖给你们 咱们好聚好散 也不枉这几年咱们在一起共事的勤奋 不过现在你们既然想把事情做绝 也就不能怪我为自己留后路了 说完 十三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几名外国男子走进了办公室 为首的赫然正式巨软公司的CEO比尔给刺 另外几名男子 也都是这三家公司的竞争对手 他们也都隶属于基金会 贾布斯 这些人如果要买我的股份 索尼亚维克恐怕不会阻止吧 他们是基金会的人 你难道愿意把股份交给竞争对手吗 商场上没有对手 只有利益 好了 给刺先生 请问你能出多少价格购买我手中的股权 我们打算出市价三倍的价格 购买您手里三家公司的股权 贾布斯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倍的价格 那就是九万亿 有了这个钱 十三怕是直接能一跃成为除所罗门之外最富有的人 也是名列上的世界首富 嗯 这个价格非常合适 作为报酬 我还会尽力帮忙劝收公司其他股东 售卖手里的股份给各位 十三你 你不能这么做 陈总 有事好商量 千万别这么做啊 陈总 你这么做的话 我们可就毁了 那这样 我们出二倍的价格买你手里的股权总行了吧 我们不是你的对手 陈总你要想清楚 嗯 价高者的 你们如果不能出比他们更高的价格 我也只能卖给他们了 我们商量一下吧 我们出更多的钱购买股权吧 如果不想被踢出局的话 都特么怪你 要是我们不跟十三闹翻 要是一开始按我说的 出一点五倍的价格买 哪里会闹出这种事情 马特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我敢打赌 就在听证会上 我们站起来的那一刻 十三就已经想好了如何治我们了 你以为赔个笑脸 卖个惨 十三就能放过我们了 别傻了 贾布斯说的不错 你看比尔给刺他们明显是早就在一旁等候了 无论我们态度如何 十三都会叫他们来的 嗯 那我们出多少钱 三倍的价格未免溢价也太高了 能不能跟十三商量一下 降低到二点五倍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傻话 你以为他还是以前那个好说话的十三吗 现在我们是敌人 我出三点五倍的价格 尽可能的买股权 至于你们要出多少 我不管 三点五倍 你疯啊妈 这个价格 我们回购的话 得多少年才能赚回来啊 马特 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嘛 我们背叛了十三 难不成还指望十三能发散心 把股份便宜卖给我们 我出三点五倍的价格回购你手里的股份 行了吧 这样才对嘛 现在大家已经是对手了 再跟我讲什么情分 玩什么情怀 假不假呀 谁出价格 我就卖给谁 我们跟贾布斯先生一样 也出三点五倍 陈先生 你承诺过要卖给我们股份的 当然 叫给刺先生来 自然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这样吧 我手里的股份占这三家公司的比例 差不多都是64% 公平起见 给刺先生 我卖给您48% 剩下的则卖给其他人 这样的话 你们双方所占的股份差不多能持平 最后谁能控制公司 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明白了十三的算计 这是拿他手里的股份 让基金会成员跟贾布斯四人内斗啊 早就听闻白龙王善事杨某 今日一见 果真如此 你想让我们内斗 那我就如你所愿 你的调节我答应了 好 不过价格你也得跟贾布斯他们一样 是三点五倍 我不能区别对待 十三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Facebook是你一手搞出来的心血 你就甘心送给外人 难道你就不是外人吗 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的呀 马特扎克伯格顿时语算 陈总 就按你说的办吧 正好 我们手里的钱 只够买那些股份了 既然诸位都同意了 那么咱们就叫双方的律师来 草签合同 进行股份转让吧 哦对了 我只要现金 钱到账我才会转让股份 别忘想欠我的钱要 此时此刻 贾布斯等人早已没有了 刚进办公室之前的义气方法 好多钱呢 这十万亿 老公不得不说 还得是你呀 这种情况下 还能狠狠地算计他们一次 十万亿算什么 如果这三家公司的股权 能让我留到十几年后 价格起码能翻三倍 这只是第一笔钱 接下来 我们就要从股市里面 赚他们更多的钱